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联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安装了WAMP这个软件 对吧 WinpServor 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这个软件的一些结构 方便大家日后使用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在上节课咱们安装的时候 咱们将这软件装到哪 锡盘 对 锡盘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看一下 锡盘 最大话 里边有一个WAMP这个软件结构 是不是在这 那咱说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软件 集成软件 那装这一堆东西 那装这一堆东西 目的是装几个软件在一起 对不对 对 那咱们这块都装了哪些软件 Apaq Apaq PureP MySQL 还有呢 PureP MyAdmin 对吧 还有Sdebug 是不是这些软件 那最主要咱们用的软件是 PureP Apaq MySQL 对不对 那装在哪呢 看一下 记住这个目录 并不是下 你看 对 在这个软件的并不是下 是这三个软件的加目录 什么加目录呢 就是Apaq的东西都装在这了 然后MySQL的东西都装在这了 PureP的东西都装在这了 那具体里边的详细的一些 像PureP 你看5.4.16对不对 那这里边的详细干嘛的 那后边咱们再一一介绍 先知道PureP的加在哪 你看吧 比如说后期 PureP 我们想 假如PureP是模块化 对不对 他装了很多模块 那他的模块都在这个下面 看一下 是不是这些 那这些模块 有些模块 我们需要 但这里没提供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在网上下载 然后把模块放到这个模式下 然后在配置文件 你再一指定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PureP的加目 那我们再看 再看一下 MySQL的加目 现在稍稍微先慢 MySQL的加目是在这 MySQL是5.6.12对不对 所有的MySQL的加在这了 对吧 那他们想运行 执行MySQL的一些命令 都在这个下面 并下面 这是操作MySQL这个服务器的 这个软件的一些命令 那具体怎么操作 现在不是咱们现在讲的内容 大家只要知道 我想玩MySQL 我得用这个下边的命令 它都可执行文件去执行 比如说打开客户端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 备份的恢复 启动等等的命令 全在这 对吧 然后MySQL是不是需要装数据 对 所以MySQL的装数据库的内容 也就是它需要备份走的内容 是装在Date目录下 对 那默认有几个目录就是有几个库 OK 那有的时候 那其他的那些目录用不用说 其他都是软件本身的东西 咱们不用拒搏 明白吗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目录下有三个东西 一个B操作MySQL的命令全在里边 一个是咱们MySQL是一个仓库存储 它的存东西的目录在这 对吧 一个就是配置MySQL 优化MySQL的配置文件在这 对 mai.ri即可 对吧 嗯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阿帕奇的加目录 那阿帕奇能装的是2.4.4 对不对 在这里边并不如是操作阿帕奇的所有的命令 也就是你想管理阿帕奇的所有东西都在这 对吧 比如说AB压力测试咱们经常用到的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再看 还有什么呢 阿帕奇本身是没有配置文件呢 配置文件 在这个位置 对 单独位置 这是阿帕奇的主配置文件 这些呢是阿帕奇的扩展配置文件 因为他配置文件太大了 所以呢 分出一个组和多个扩展配置文件 看到了吧 啊 这其常用的 那咱还有说 阿帕奇他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 我成功访问一个网站 然后我访问网站出错了 是吧 阿帕奇都得给给什么 给我们记录啊 对不对 那阿帕奇本身是不是都有日志啊 对吧 日志 如果是别的管家人多了 日志都在这 对吧 但是呢 阿帕奇这个 它是一个集成环境 所以呢 会把这个 安装的所有的日志文件在这儿吧 看到了吗 这里边 比如mysecret 日志在这儿呢 阿帕奇的访问日志 阿帕奇的错误日志 是不是都在这儿呢 所以呢 当平时查看你的转件的运行情况 想通过日志查看 你直接到问吧 logs节目下 就可以了 真的吧 那 咱们知道闭幕下 这是他在装的几个软件 这个 这语言包都不用管 知道吧 啊 就是中文呢 英文呢 这些语言包啊 他都自动会去找的 这不用管 那 再有 看这里边 嗯 别名 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是三个配置文件呢 对吧 这几个别名呢 也是 这里边就是阿帕奇的一些配置 类似于虚音主机的方式 你看 在这里边 大家如果记住阿帕奇都会知道 告诉我们 什么 匹人买的命在问过下 apps下面 看到了吗 啊 也就是我现在只要访问 根目录下的匹人买的命 就会转到这个目录下 也就是找这个目录 听懂啊 啊 那如果我现在想访问这个软件 这个对吧 那我现在 是不是访问这个目录就到这来啊 对不对 那实际的这些用pp写的软件 放在哪的呢 他以别名画放的 刚才看到了 别名指向的是哪啊 apps 是不是应用多个应用的 有p买命和这个对不对啊 那都说了 咱们装的软件 咱知道阿帕奇是干嘛都知道了 对不对 发布网站的 前面咱们也介绍过 对不对 mycycle装数据的 pp是语言 对不对啊 那这些是用pp写的软件 那都说他干嘛的 不知道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这样 比如百度一下 对吧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pp买admin 看一下 是不是平软的面 看百度百科 你随便点开一下 或者直接再看 直接看就行 是一个以p为基础 对不对 万个被子帮人架构 在网站主机上的 mycycle数据库的管理工具 对吧 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集中软件把这个也集中进去了 这是pp开发的 对吧 然后用别人名咱们就可以访问到 这个现在你不用去学习 后期咱们学mycycle的时候才会用到 ok 那咱说除了这个软件 咱们这里边是不是还有这个 比如说circlebuddy 对不对 对吧 那你不知道干嘛的 你以前的想了解 也可以这样 circle bu什么 ddy 是不是这个 然后是不是有百度百科 简介是什么 是pp编写的一款 用于mycycle的开源工具 使它可以很容易的编写circle交本 是不是这样的 那其他的都类似了 只要制制为制制 不制制 反主制 或者问高老师也可以 嗯 那这些就是这些软件对不对 啊 呃 上传 临时的会写到这 啊 这是临时的 他不介绍操作系统 一整天这里就有了 对不对啊 啊 那咱们这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这个啊 目录结构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目录 是哪个目录啊 嗯 不是 你想发布网站 你代码得放到哪儿去才能发布出去啊 当然了 后期你了解结构的话 你写在哪儿 咱们只要改页配车件都可以指向那儿 对不对啊 但是呢 大家对于新手来说 刚学习对不对啊 那用默认目录去写 是不是就不用改了 对不对 那默认发布网站的目录在这个位置 对吧 因带点PP 所以呢 我现在打开浏览器 我只要在这个位置输入 HTTP Local Host 或者是什么 127.0.0.1 它和Local Host是一个什么 对应的 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 那我习惯敲Local Host 大家可以敲127.0.0.1 都是可以的 直接一回车 默认找的 现在就找到了咱们的3W下边的 因带点PP的文件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改个名 这会儿 我随便这会儿写一个 因带点PP 对吧 里边我写东西了吗 没有 那我随便找个开发工具 我在这里边 写一行一 你看一下 对吧 那我们来浏览一下 你看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一行一 所以默认是不是找那文件的内容 对吧 所以你只有放到 咱说默认 这目录是你可以随意改的 知道吗 啊 默认放到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就可以通过Local Host直接找到 这叫做文档跟目录 文档就是当写的项目的就是软件 就是文档 这就是文档 文档跟目录 文档的根在这个下面 在这个目录一下方的东西 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建一个 假如说 哈喽的文件件 对吧 里边我有一个 看一下 WORLT word.PP这个文件 对吧 在这里边我写上 一行代码2 那妹子你说 我怎么能仿到这个文件 对 对 妹子说的很对 Local Host直接找到文档的根 就找到 问吧 下边三大目录下 这是根对不对 根下边再有文件夹 那你这块是不是得加上去文件夹 啊 我那文件夹叫做 哈喽 哈喽下边咱们是不是得仿的文件了 默认找indice 主所以对不对 那咱们这文件就indice 对 叫word.PP 诶 是不是就访问到这文件了 对吧 网站的访问原理前面跟大家都说过了 对吧 所以你说觉得是不是这个目录是最主要的 咱们把项目或者什么测试的东西 是不是都要写在这个下面 才可以搞定 对吧 那我都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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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完全看不出来 对不对 你看 对不对 咱们用户名可以输入它 密码当安装的数据没指定 对不对 没指定就是默认的 咱们一执行 你看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 这个 PSP买的命 这个界面里边了 那咱用这个软件 就可以干嘛了 直接操作数据库了 用PSP写的一个软件 对吧 那同样在这里边 如果我输入什么 log host circle 对 你看 是不是转到这了 买Circle密码 我们也不输入 提交 是不是就对 是不是都可以进来了 你可以选择一个应用 是吧 嗯 大概了解 它的加目录最主要的结构 对不对 嗯 那 光了解这些目录 和这些操作 这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 它是服务器跟软件 那我们必须得干嘛呀 启动才能用 对不对 关闭不能用 所以我们得知道 这个软件如何启动 如何关闭 对吧 那如何启动这些软件呢 看一下 APP server 不是这话 问p server 你看我们这装是不是这个人家 对 如果是关闭情况下 你一点这个 就会在下边出现一个这个图标 看到了吗 你看是多了一个 你看看有了是不是就没了 你看我这块 退出 对吧 开机自己弄的话 自己用这个 你点这个 是不是多了这个 看到了吗 嗯 如果我退出的话 就相当这个服务 问p这个服务 全退了 对吧 你看我退出的时候 我再随便访问 刚才咱们能访问的 lock house 直接回车 等待 等待 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 你想想会出现什么 无法连接 对吧 因为我这个是不是 把问p准推出了 问p里边有 阿巴奇 买4 PSP对不对 是不是相当的都退出了 对吧 那如果我这块 哎 一开起 你看 多了这个 对吧 是这样问p会运行了 那问p运行 谁运行了 阿巴奇 买4 PSP是不是运行了 然后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 操作问p软件的快捷的一个图标 嗯 然后你看我鼠标 你点它 你看这里边会出现什么 你直接可以访问localhost的 看到了吗 嗯 我一点击直接 localhost 是不是还是这个 当然它现在在启动 一个新的界面 是不是还是这个 就是你不用说我在这边输入了 能配件了 这是快捷方式 我直接可以到p买的你 你看 直接这块链接 是不是直接到p买的你 刚才已经登录过了 对吧 然后我这块还可以直接干嘛 直接到三达六步 你还一点击 是不是直接到三达六步了 直接在这个方网站 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你不用开系统 对不对 然后我在这还可以直接干嘛 我直接到阿帕奇的加工路版本服务 看到了吗 这是直接控制阿帕奇的 看到了吗 我看阿帕奇的版本 这块是阿帕奇的服务 阿帕奇我可以干嘛 可以停止服务 测试端口 还可以安装服务 还可以删除服务 看到了吗 对吧 还可以重启 咱们经常需要改变一下阿帕奇的一些配置 就需要重启 在这是不是就可以控制 是比较方便 它会比其他的一些软件控制更方便一些 那不光阿帕奇这块 你看我再一点 同样P2P 看到了吗 那看P2P看一下版本对不对 或者或者更多 P2P现在你看这块有什么 P2P是不模块化的 是模块化的吧 你想用哪个模块点一下就可以了 哪个不用你再反选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不是就是P2P的扩展 你看墨人是不是装了这么多 对 如果已经用着的 比如GD库 多自己支持 MySQL MySQL 还有P2 P2 还有很多很多 这下面有镜头的 你可以一直选择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 我们想用什么扩展 我直接通过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P2P还可以有 这是P2P的设置 扩展对不对 还有P2P.I 这是什么东西 对 修改P2P的配置文件 我一点击就可以直接把谁啊 P2P.I这个掉出来了 知道吗 直接把这个掉出来了 那你 你肯定奇怪 阿帕奇是一个软件服务 有停止服务 其他服务 P2P为什么 没有这个停止服务和重启服务的按钮呢 你看 P2P有吗 嗯 这就有P2P的认质扩展模块对不对 那为什么P2P这块没有这个服务停止啊 P2P 嗯 不是 P2P咱前面课程说了 是作为阿帕奇的一个扩展模块 对吧 它不独立的玩 它作为阿帕奇的一个扩展 所以呢 咱们重启阿帕奇 就是重启P2P了 它不是单独运行软件 是作为阿帕奇的一个模块了 就是只要阿帕奇运行 P2P就运行 运行阿帕奇重启P2P就重启 所以记住 大家记住 修改过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和修改过P2P的配置文件 你都需要重启阿帕奇 明白这意思吗 都需要重启阿帕奇 嗯 这是PP日制 那同样买Sicre 你看 买Sicre它本身是需要 一点这个就是买Sicre的客户端 点这个可以运行 等一下 咱们机器速度超慢一些 没有密码直接回车 你看 写个S 这直接就是操作数据库的客户端了 嗯 然后 这话 再点MySicre 这是MySicre的服务 这里边有停止重启 安卓服务线 删出服务对不对 My.ia什么东西 配置文件 对啊 MySicre的配置文件 嗯 那妹子 现在知不知道 这个 呃 P2P配置文件怎么改了 知道 MySicre配置文件 对 阿帕奇配置文件 那三款配置文件都知道怎么去找了吧 对 对吧 它就是个文本 你修改 修改完之后 它只有在重启 软件启动的时候 才加载配置文件 你修改的效 才有效果 所以 咱们改完之后 是必须得重启服务 对 那我P2P配置文件 改完之后 我怎么办 重启阿帕奇 对 没得说的很对 P2P配置文件改完之后 重启的是阿帕奇 对吧 嗯 那这块是这些 听不懂吧 那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什么呢 好多人用一些软件的话 他就觉得P2P配置文件 我怎么改 怎么 这个效果都没有 怎么改这个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呢 嗯 这是一个原因 旺从启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最主要的是 装软件的时候 他有可能在很多个位置 都会有配置文件 对吧 比如说 看着啊 我们在这儿 C盘下边的 有一些软件会在windows下面 你看会有一些 呃 会有的会带这个P2P点I 对不对 或者在P2P的加目标下 会有P2P点I 好多地方都有 对吧 那么我真正的P2P点I的文件 是哪个呢 你如果这么直接找的话 直接P2P P点I 这是很对的 对不对 文件比如说并存 哦 这块现在开启是并存的 那你可以知道他的机械文件的位置 对不对 他在哪 最主要P2P文件 位置在哪 我们取决于谁呢 看好了 我需要在 他的加目录下 也就是加目录那不用那么运气了 直接在3W目录 是不是在加目录啊 直接写一个文件命名叫P2Pinfo 你文件随便命 后面是P2P就可以 里边 实际上虽然还没学PP代码 但是呢 先写一条代码测试一下 叫P2Pinfo 就这么几条代码 大家可以记住 然后文件名叫什么 妹子清楚吧 大家清楚吧 然后我打开浏览器 这会儿 直接访问 是不是我写在4W目录下了 对 名件名叫做P2P 对 叫P2Pinfo.PRP 一挥车 对吧 P2Pinfo这个文件是很有用的 打印所有P2P的环境信息 以及模块的信息 这些都有 对吧 所以这个可不光是新手 用来测试环境安装成功失败 用的一个 听懂吧 不光是这个用的 开发人员也经常用 比如说看 我的P2P装了网线模块 我的配置文件开启的情况 对不对 都在这呢 比如说 这能看到 我们的系统是什么 对不对 创建的时间编译的 然后编译的一些参数 对不对 再往下看就主要了 加载的配置文件的位置在哪 是不是在C盘 问破下面 并下边 阿帕齐下边的 阿帕齐的C下边 并下边P2Pinfo.i 对吧 他把配置文件放在这呢 听懂吧 所以 你只有改这个指定的目录下的P2Pinfo.i 你才能生效 你要直接改Windows下边的那个 嘻啪Windows下边的 和P2P加目录下的 都不起效果 对不对 只有这个指定的才有效 所以要改P2P文件 一定要到这去改 那有的时候P2P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都有什么东西啊 什么时候改啊 别着急 后边的课程 咱们用到哪改哪个 你才清楚 现在就算我把所有工作都说一遍 你还没记录P2P 有可能不太合适 知道吗 动物中配置 直来这个合适 那能量可以是啥 完全可以啊 他只用这个 不管是令下装的 还是Windows装的 都要以P2Pinfo打印出来的 下载的位置为主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多改这个 都改不明白 那现在你就知道 到这个位置去找 对不对 嗯 再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文件 看一下 这是P2P 现在默认开启的一些配置的一些选项 这是阿帕奇的一些情况 对吧 嗯 在这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配置选项 这是阿帕奇的一些 缓电量的一些 环境变量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这是RTTP头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啊 这是P2P的 配置文件的一些值 对吧 啊 这些都在配置文件里有 有选项 你可以直接改 对吧 这是最公用的配置文件 比如说上车文件目录在哪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在临时文件下 对不对 上车文件的尺寸是不是都有啊 啊 这些不是全部的配置文件 P2P是模块化的 你装什么模块 每个模块有独立的配置 对吧 下边都是他装的模块 你看 比如基地库 这是基地库的配置选项 在配置文件P2P.i里边也有体现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P2P.i 这里边有体现 你看 只要以P2P加载的 这是全局的配置文件 就是咱们刚才全局看到的 然后再以综项 起步的 咱往下看啊 这比较比较长 大部分都是说明性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这都是全局的 到换了之后你看 有DATE开头的 这些就是过去 配置日期的 这是配置过滤器的 这配置ICOMV字符转换的 对不对 你看这配置CircleLite的 看到了吗 分号是注释 在这文件里面 当然这个文件 后期咱们会具体相继介绍 对吧 嗯 那这就是咱们装好的这个软件 咱们对这个软件的环境的一些简单介绍 那大家对这个环境有一些不留意的地方 那后边呢随着一时咱们课上讲课的时候呢 会不断的用到 用到的时候没提过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提过的我会重点的重点东西我会说一下 好吧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平时玩这个软件的时候 也可以多注意观察 然后确定文件是干嘛的 目的是干嘛的 对吧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一些重点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自己的重点内容啊 嗯 重点 你要怎么的 启动停止重启 阿大奇 买塞可 这应该没问题了吧 是不是有快速启动的那个 咱可以用那个 平时学习的用耐就可以 当然了装在冰液下的集成环境 阿天帮不同环境有不同的这个启动过程 不管你有哪个人家 你要找到如何重启和启动停止 这很重要的 因为改配的文件是要加在哪 第二点要知道的 什么呢 就是各个目录的加目录以及网站 我编写在哪个目录下 嗯 第三个要知道的是什么 各个软件是配这文件在哪 改哪个生效 改完之后必须重启文件 对吧 以及其他的一些结构 对吧 这就是我们先要对环境有所有一点的标点 嗯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 嗯 主要内容 嗯 下节课我们来 呃 玩第一个 PRD程序 好吧 嗯 那这几个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是 我 嗯 甜 汇 嗯 咱